白宮發言人被問到拜登政府如何看待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在經濟論壇 呼籲各國家強合作的時候說美國在對華關係上會保持耐性 白宮表示美中正是展開激烈競爭 現界政府的對華政策未有因為習近平講話而變 至於會不會繼續對華為實施嚴格限制 白宮沒有正面回應 只是重申中國的商業間諜行為和蝕取知識產權 仍然是關注的議題 拜登認為中國要為他的不公平以及非法做法負責 未來會跨部門檢討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對華措施 包括關稅以及將中國企業除牌等等 未來幾個星期會就對華議題接觸民主共和兩黨議員和國際盟友 拜登上個月接受《紐約時報》訪問的時候說 不會立即取消加徵中國的關稅 我們希望美國新一屆政府能夠吸取特朗普政府對華錯誤政策的教訓 客觀理性地看待中國和中美關係 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 中方說特朗普政府錯誤地把中國視為戰略性競爭對手 甚至是威脅 重新希望美方不要將科技問題政治化武器化 有線電視記者一輪出餐報導 有線電視記者一輪出餐報導